谁敢想看你王小枣啊 你多能啊 我们家哪个地方你没钻过呀 我家 我大姐家 还有我老保姆家 现在连老保姆的儿子 都被你撬掉了 现在世界是你们的了 邱先生说你说得真准 他说我什么呀 什么准啊 你说呀 你说呀 什么准啊 你说呀 我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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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眼像您的饮料 谢谢 谢谢 快吃吧 你怎么不吃 用吃凉的 你不就是想套我几句话了 也不用这么浪费 还是请我吃这么贵的冰激凌 你说这么冷的天 我吃这么多冰激凌 我一会儿出去骑自然车 我得多冷啊 你说这东西 又不能打包 回去就化了 是不是 你是吴妈呀 那么斤斤计较 又不花你的钱 至于吗 花谁的钱不都是钱吗 邱先生 让你去他家帮忙 你答应了 没有啊 我不是写了辞职信了吗 再说我现在是吴桥宝的保姆 我也忙不过来呀 回头 我就跟燕儿好好说说 让他好好干 邱先生呢也答应我了 再给他一次机会 对 又林姐 你要是有时间 你也多去他家转转 我去他家干什么呀 你们分手了 邱先生跟我说了 说他妹妹挺喜欢你的 觉得你人不错 还希望你们两个人继续交往呢 那是他妹妹 又不是他 他不是没反对吗 邱先生这个人特别的好 可能是以前 婉宁的妈妈太伤她心了 所以她特别的敏感 我都知道 用不着你跟我说 既然你知道 既然你知道 那我就不多说了 这人好是好 但是就有点假 假 你怎么能说邱先生假呢 他为人多正直啊 还懂得尊重人 我在他家当保姆的时候 我请假他就立刻答应了 还鼓励我去读书 一个懂得尊重保姆的人 你怎么能说他假呢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呀 我又不想当保姆 玉琳姐 谢谢你请我吃冰激凌 我还有事呢 我先走了 小早 小早 你别急啊 我的意思是说 就想问问你 他有没有说 关于我的什么事 有没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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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欢他对不对 我能看得出来 这跟你没什么关系 我就想问问 他说我什么了 邱先生这个人啊 他为什么在乎 别人对保姆的态度呢 是因为他觉得 如果这个人对保姆都不好 没有耐心 那将来对他的女儿 一定也不会好 他最大的心病 就是他的女儿婉宁 谁能对他女儿好 那他就觉得 这个人信得过 扣得住 又灵洁 我知道 你喜欢邱先生 我现在也在谈恋爱 我知道这种感受 我喜欢金波 可是他妈妈不喜欢我 不接受我 我觉得没关系啊 我努力 我对他好 我天天地对他好 我相信总有一天 他会接受我的 你的意思 是让我主动找他 如果你要是有时间 愿意的话 你可以多去看看婉宁 多跟他接触接触 只要婉宁喜欢你了 时间长了呢 邱先生也就了解你了 我知道你这个人 你就是嘴巴厉害 心地很善良的 尤玲姐 女人不能太强了 女人要是太强了 就没人疼了 把这个摆那个 好 对 我送干一会儿 都摆亮了就行了 行 你不能管了 我来弄吧 大大 你看这金花 好像没晒透嘛 还有点软的 好像是 这两天天太阴了 你再晒一晒 你放点吧 别管了 我来弄 等晒干了以后啊 你给张快爷他们家 也送一点啊 行 你说啊 你用什么高招啊 把张快爷他们一家中拿下 都为你说好话呀 你听跟我说啊 哎呀 那保姆到张快的家 可难伺候了 这不行那不行那不行 在那个家政公司里 那都出了名了 特困惑 你说你用什么招 张快爷都替你说话 人家张阿姨他们家呀 没有像他们说的那么难伺候 他们就是爱计较 那你说过日子 就是应该细一点嘛 我从当保姆的时候呢 方老师就跟我说 一定要以偿相待 只要你认真 真心真意地去对待别人 把心都掏出来了 生意久了呢 人与人之间就有感情了嘛 人与人之间就有感情了 你是不是 也用这招来对付我的 完了 您好把金波 阿姨 这可是你先说的 我可没提 我们是说好的 我在这儿工作 只管干活不提金波的事 再说了 你说我能蒙住你啊 你是谁啊 我眼睛睛的 我要是敢对你有什么企图 你一眼就看出来了 你这不是敢往你糖里下毒呢 还是敢往你菜里下药呢 你要是发现了 我连工作都没有了呀 那都是 阿姨 嗯 你看你怎么说我 其实我挺愿意来的 我觉得跟你在一块呢 能教我很多东西 你说的都是有道理的 挺愿意来你说的 那你就对了 我跟你说 你应该好好向我学习 真的 你从我身上能学到好多东西啊 嗯 你别干了别干了 你只是把这些东西交给我就行了吗 手怎么样 就想那样疼吗 有点木 我看看 医生说了差不多的时候就要活动活动 你 你看人家城里那些老头老太太 都会想活 一大早人家就拿着板凳就去公园了 人什么活也不干了 你也像他们一样 把这些活都交给我 我来干 对不对 你会像他们一样那些什么的跳舞啊 是吗 不会 不会 不会啊 我今天路过公园的时候 我看见他们跳了 嗯 我教你的 可简单的 你看一下 就四步 先活动活动手 是 就四步 就活动活动脚 好 很简单 你猜住啊 就四个步子啊 这样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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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写了这个论坛 论坛的这个题目就是 梦想该给谁 副标题就是 平民设计师和草横设计师 是否有机会上电视圆梦 大致的内容就是 就是两点 欣赏的人太少 伯乐太少 不错 有创意 不过金波 我要跟你说件事儿 真的对不住你 本来说好了 让你当我的副主编 现在这事儿变了 没 没关系 我 我给您当助手 我也愿意 什么助手啊 我们的杂志社要被取缔了 我们的杂志社 这两天正搬家呢 所以这个信号总是不好 妈 你放心吧 我们那个总编辑挺喜欢我的 还要给我提副总编呢 还有我那个服装店 我明天就开业了 晚上我在这儿多忙一会儿 晚饭我不回家吃了 妈 那好了就这样啊 妈 小早 哎 金波来电话说 他晚一会儿回来 嗯 吃饭不干嘛 他怎么打电话 打到楼下去了 我这不是有手机吗 他让你跑一趟 打楼下不是不花钱啊 嗯 他说到什么时候回来啊 他说完 那那这饭我别盛了 你吃啊 你吃啊 我就不吃了 我晚上还上课了 不行不行 吃饭吃饭 在这儿吃饭 赶紧吃饭 吃饭 来 要不然 我这样 我出去吃饭 不用啊 男主任不在家 你可以在那儿吃 喝 喝喝 那我看就不客气了 不客气 在这儿吃吧 走 快去打 这儿吃er 这儿吃的 我没有想起来 他可按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 以按照证券发行主体的不同 可分政府证券 金融证券和公司证券 第二个 按照证券所体现的权益关系 可分为所有证券 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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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怎么了 你 你怎么弄的 你怎么 死谁吧 你怎么想这样的 你怎么回事啊 你别吓唬我 你怎么了 我把门开的 你小心点 快点 你是不是 你怎么回事这事啊 你怎么弄的 这都不从这样 你怎么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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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的呀 你要被人打了 你还出车祸了 你跟我说说呀 我就被人打了 但我知道是谁 我报警了 往后我到医院 我药我也开了 所以我想跟你说 这药紧的事 一会儿你就赶紧去我妈呢 你跟她说 说我去外地进货去了 你跟我说 跟我说谁打你 谁敢打你 你千万别让她知道 我受伤这事 我什么我住你们这儿 我什么时候伤好了 我就再回去 那我被你进去行吗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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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小杂你别忙活我了 你赶快去跟我妈说吧 要不我这晚不回她着急 你别说话了 你到这里就跟她说 你说我去外地进货去 你听见没有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你不过我 你不过不会是我妈来了吧 这时间应该不会来吧 小杂 要是我妈来了 你千万别让她进来啊 千万啊 你别说话了 你快躺下 躺下 躺下 躺会子啊 别让我妈进来 要是我妈的话啊 好 阿姨 你怎么来了 你把金波给我叫出来 金波没在啊 你把金波给我叫出来 金波她没回家呀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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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你干吗去啊 不是 阿姨你听我跟你说呀 阿姨 阿姨 你先你 那个埋处的东西 你还上床啊 我打死你 妈 我都要勾力了 儿子 儿子 你这是想不漏的 我儿子 这是怎么了 阿姨 阿姨你别难过 他真的掉沟里了 他不小心摔的 我儿子怎么了 我儿子 我儿子 都不漏了 我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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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什么 成功打金波 成功没剧留了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小嫂儿啊 小嫂儿啊 阿姨 小嫂儿啊 别哭了 别哭了 小嫂儿啊 小嫂儿 我跟你说 我觉得金波不是摔的 她的脸是被人打的 那 那脸 那你看 小嫂儿 你别哭了 行吗 你看金波在里面躺着呢 你这哭 你又把身体哭发了怎么办呀 小嫂儿 别哭 阿姨 谁这么狠呢 打我儿子 我儿子这么老实了 她说她报警了 警察一定会处理这个事的 你别着急了 行吗 阿姨 喂 喂 小嫂儿 你说 会不会是 我儿子当了副总编 有人嫉妒他 还是我儿子得罪了人呢 要不这样吧 你给她单位打个电话 问问 好吗 我 我 我给她单位打电话 我怎么说 你 你先打电话 问问说金波在不在 行 阿姨 我就 我就只问问金波在不在 就问金波在不在 是 电话没人接 太晚了 我估计人家都下班了 要不然明天一早 我去她单位 你干吗 你明天到单位 他们单位要不知道的话 你千万别说 孩子刚当了这个副总编 多么容易 别让单位知道了 你说是不是 谁这么狠心的 老婆 阿姨 你别再哭啊 你看金波躺在里面 他又天天在 你更难过了 小嫂 你好 我找金波 你怎么来了 我知道金波受伤了 我来看他伤得怎么样 你怎么知道金波受伤了 小嫂 我 我来小嫂 你说什么 你怎么知道金波受伤了 我问你 我儿子受伤是不是因为你啊 阿姨 阿姨 我求求你让我见见金波 我知道这件事情 都是因为我的不好 我求你让我见见他醒了 原来真是因为你啊 什么人把我儿子打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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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男朋友成功 找了四个人把金波打伤的 但是我之前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 如果我知道的话 我肯定会劝他 不会让他这么做的 阿姨 对不起 你为什么要打他 不就是上次金波发广告的时候 和成功结的仇吗 我分了 四个人打我儿子一个人哪 四个人打我儿子一个人哪 都是那个老男人干的 我赶紧拼了我 公开我 2005 阿姨 阿姨 你们打置き 阿姨 我们可以来看金波罗 ів来看金波书 阿姨 äm...阿姨 阿姨 你来看金波 我男朋友感现在 别生气 Offic... 你速换回阿姨 你速换回阿姨 阿姨 你速换回阿姨 你打也打了 骂也骂了 我来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是来看看金波 我男朋友也被警察带走了 行 阿姨 这点钱 你拿个金波快换病 我先走了 谁要你这个臭钱 你给我站住 阿姨 你别站住 阿姨 你慢点 谁要你的臭钱 谁要你的 够了吧你 我告诉你 我幸亏没跟金波在一起 要不只有你这样的老巫婆 当婆婆 是我一辈子的噩梦 你说什么呢 你 说什么 阿姨 你不站住 阿姨 阿姨 都没有就私了 我现在就要是 你不是叫我 大嫂是 来吧 我来吧 我来 赶快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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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跟鬼一样 你听他骂我骂得多难听啊 他说你这个老无妥 你说 你 我跟他打死都真是老师家 你打我儿子那么狠啊 死了人打我儿子一人 你说你还拉着你 拉着什么你拉着 你看你的手 你手还受着伤呢 你打得你手不疼啊 知道我没打得过你吧 没有 没有 阿姨 阿姨 你心脏不舒服啊 没事 没事 你坐这儿歇会儿 你先坐这儿歇会儿 阿姨 别生气了啊 哭了 哭怪你身体 阿姨 你看那个魔方 是不是就是 靳波说的那个李梅阿姨 她丈夫送给她那个玩具啊 这是我儿子第一个玩具 她特别喜欢 靳波跟我说了 说她小的时候 就喜欢玩这魔方 每次转动的时候 就觉得这魔方上面有魔力 看着这种五颜六色的色彩 她就觉得长大以后 她一定要成为一个设计师 设计各式各样漂亮的衣服 五彩缤纷的衣服 就会儿子 就会儿子